來看一下今天的一個對決喔 那看起來應該是 伊劍要來對上的是 Orca 之前Nash又出了一個 Nash的戰術版 沒錯 當時就請伊劍過來講解一下 關於單挑的一些思路 那在單挑的戰績上面 從未輸過未長一敗 五勝零敗 對 另外一邊也沒輸過啊 確實 但他的場數比較少一點 而且他換完的角色 好像我會玩的角色 欸 我記得主播賽評 一邊單挑單挑就玩哈摩丁格 很強啊 而且熊我記得也蠻強的 那我記得伊劍他其實在 Nash的戰術版裡面 影片當中有提到說 他在Band掉的時候 因為他玩鬥士居多 然後他可能會把特朗德 或者是熊這些 有機會可以Counter到鬥士的角色 給Band掉 對 因為伊劍的角色都是偏操作 他真的是跟隊員拚操作 他不會選這種Counterpeak的角色 那其實這個單挑的話 如果泡麵頭沒Band掉 我看好Orca 喔 這裡先投給Orca一票 真的假的 但是泡麵頭單挑確實是蠻強 但面對上鬥士應該 還有被一套秒掉的風險 因為再來這個模式 帶虛弱光盾 那我記得這個模式不能帶虛弱的 喔 不能 對 不能 欸 哇 是嗎 不能帶虛弱 我覺得好像是不能帶虛弱 就逼他們硬打 這樣子可能頭會比較痛一點 沒關係啦 還是可以靠操作 還是可以贏啊 還是有機會的 然後DCG直接把 那個伊劍最擅長的三隻角色都Band了 對 但是伊劍我覺得他角色 鬥士很多嘛 那他操作這麼好 欸 來了來了 Orca 這把我拆Orca贏 OK Chowy信你一把 來看啦 這有沒有機會可以威脅到 目前單挑不敗的大魔王 對 因為其實 泡麵頭打近戰是非常好打的 你就跳過來 然後手雷暈住他之後 就會有砲台一直狂扁他 沒錯 而且 你跟對面就是不用打擊殺 就是推他的塔就好了 而且其實這個單挑 那個塔是蠻軟的 很容易就倒 對 然後Orca的話是帶了 點燃還有光盾 而伊劍則是帶閃現雪球 看一下雙方在思路上面 雪球先命中 反擊風暴直接打 但接下來兩個砲台出來 在換血上面的話 Orca其實並沒有落距下風 對 因為其實 剛剛有提到嘛 泡麵頭打近戰 你換血 對面只要上來換血 你一中的話 他不太可能贏 喔 這就是泡麵頭 也不是不太可能 也是根本不可能贏 已經把那種 一趴兩趴的機率給抹滅掉了 對 完全沒辦法 除非你一沒中 我是說如果一中的話 對面是看不到希望 那我換一個問法 伊劍他們 他如果要贏的話 要怎麼贏呢 泡麵頭一不中 沒打中的話有機會啦 對 因為泡麵頭你一中的話 你的砲台會擠滿那個雷射 考驗一下伊劍他的走位了 不過這裡瘋狂推線 推線的速度是很快的 伊劍他好像在打單挑的時候 只有一兩場是有打到最後的縮圈的 嗯 因為他打得很兇 他只是看到機會他就會傷 他就是很會把握那個一笑小的機會 喔 利用砲台去做位移 但直接被狂扁 這就是Chowie講的 只要E技能命中 那好像是完全換不了 沒錯 而且你跳上去 你很難不中那個E喔 確實 那這裡伊劍得回家了 那這邊Oka其實要做的 就是一直點塔就好了 對 目前在前面兩分鐘 感覺遇到了相當大的難題喔 怎麼沒想到對面的泡麵頭這麼猛 而且在這個模式 其實點塔的速度是很快的 對 非常快 然後因為這波兵其實也沒吃到幾隻喔 所以伊劍他回家 只能補了一個抗魔斗棚出來 嗯 他這邊 是故意不吃喔 想要拖 拖一點時間 等一下回去又可以再把自己的裝備 往上升級 對 你看他一個普攻 就 就這麼多 伊仔暈到 而且你看伊劍剛出來 又得回家了 他完全很難打泡麵頭啊 他本來是新的 對 因為我會玩這種 喜歡玩這種的角色就是 不用操作 比較簡單一點啦 對 比較直接打中 伊劍打中就完事 人家都說要中三招 我只要中一招 哇 那是舒服 沒錯 而且你就是帶艾力 然後你一直普攻對面 然後對面忍不住 跳過來的時候 你就開伊 哇 他已經一趟打兩趟了 對 他這邊 嗯 可以的話其實應該 R W 直接清兵 然後 繼續點塔或回家 就不要拖太多時間 對 然後剛剛大家有看到那個 Oreka他普攻 有一下很痛嘛 那好像是吃完補包之後的 額外傷害 接下來準備要回到線路上了 伊劍是回去補了一個 水星削出來 但塔層的話是已經被點掉兩層囉 基本上已經接近一半了 對 而且後面泡麵頭有了裝備出來 其實他就是照樣 就一直推線一直推線 然後就點塔就可以了 哇 這麼強 那會不會大家之後都選泡麵頭 之後每個大家都泡麵頭 因為泡麵頭有一個缺點 是對面玩射手 頭很痛 對 你頭很痛喔 比較不太能面對手長的角色 但這裡再回家一次 對 但是這邊應該會被亂掉 而且剛剛兵線還被吸了一下 去打個砲台 來 看伊劍回去補什麼裝囉 要怎麼樣去突破目前的窘境 他應該只能一直出魔防裝 一直可能說吸魔劍之類 那你扛得到泡麵頭傷害 你有可能有反大的辦法 是不是拖到縮圈之後會比較好打 也不一定 因為你縮圈的話 他可以放大砲台 喔 在那一圈裡面 又有個大砲台 對 2打1 我兩個打一個 2打1怎麼輸 對 我覺得伊劍打的關鍵是 他放泡麵頭放下大砲台的時候 你要閃掉那個1 用閃線躲那個1 繼續敲下去 這就是帶閃線的妙用了 等一下看伊劍有沒有機會操作出來 畢竟泡麵頭沒有帶閃線嘛 那這裡一回家出來又被換了一套 每一次主動的跳上去 基本上都是以失敗的換血收場 對 這裡再跳 看起來是有想要嘗試的喔 伊劍看起來是有意識的想要去扭那個1 但執行起來沒有那麼容易 對 因為你跳上去 你跳的那瞬間你是不能控制你的英雄的 那 這個時間 泡麵頭伊就很好去瞄你喔 嗯 丟原地就好了 開始繼續的往前壓制 對 而且他這邊 在這邊普攻打得很穩 就是一直普攻不去點塔 因為點塔的話 有可能就被他跳上來打一套 OK 我們打不贏再度回家 現在就是想辦法去把自己的裝備給最大化了 看起來應該也是要拚一波了 沒錯 喔 現在Orca把1用掉了 看伊劍有沒有抓到這個機會 而且他其實魔量沒有很多耶 對 但泡茶還在不斷的騷擾 哇 這一波如果再給Orca回程的話 那對於伊劍的形勢是更加的困窮了 沒錯 現在泡麵頭想要的就是 趕快把這個塔給推掉 推了一半左右 但其實也快到7分鐘喔 這感覺7分鐘前應該是推不掉了 嗯 其實很快啦 很快 我覺得那個是可以推的很快了 他到了後面的話 那推塔的速度又會進一步的往上加 沒錯 OK 那兩邊回到線上的速度應該是差不多 那漢布丁格會稍微再快一點 對 而且我覺得漢布丁格 他現在有等級的優勢 你看他已經快10等喔 一鍵現在才8等 只能說Orca他已經快看到勝利的曙光了 現在就是穩住就好了 這次想要再跳 不過已經再把距離給拉開 而且利用雪球稍微去做一點操作 那當然在這個單挑模式裡面 雪球是一個相當有辦法 可以去貼近對方的一個效果啦 這也是給予鬥士更多不同的加持 喔 被抓到的機會 梅伊 直接開大絕 想要硬殺 但放了一個大砲台出來 大砲台好痛啊 直接把心魔劍給打出來了 再一個火箭 死去 死去 那看在這個時間 有沒有辦法拆掉塔 應該是拆得掉喔 欸 有機會喔 15秒的復活時間 瘋狂點塔 再叫出了砲台出來 砲台 這邊的細節就是 你等塔A那個小兵的時候 你再放砲台 他就沒辦法馬上打那個砲台 哇 進入倒數了 普攻 普攻 再普攻 歐卡送給一劍 他單挑的第一敗 有沒有這個專業分析 有 有料 我看那個角色詞 我就覺得 一劍如果不給尊重不ban這個泡麵頭 因為畢竟他是玩鬥士的 那鬥士最怕什麼 就是泡麵頭 這就是大將嘛 而且我記得 你不是在進BP的時候說的 你是在他給我們兩邊字卡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人的角色詞裡面 有泡麵頭 你就說 哇 他如果選泡麵頭 我就賭他贏 我就猜他贏 就是如果ban掉 我就覺得他輸了 這裡我們大將的單挑小教室 就角色啦 角色理解啦 這大家如果平常跟陪友打囉 有時候也會單挑一下 推薦漢墨丁格神角選出來 跟朋友吵架了 單挑要來啊 來單挑啊 直接開扁 這場比賽 最後是由歐卡拿下了勝利 但一件就是 感覺在角色上面先天就有點被counter 這其實也是盲選他的魅力所在 誰才能夠繼承閃電腦的意志 去傳承這個狼王的稱號 我們先從EVE的單挑來開始看起吧 其實之前的話 就是有一個算是PSV和CFO 算是可能單挑的前哨戰嘛 在電玩展的時候 當時MAPLE和CASA有先單挑一把 不過這一次我們在單挑上面 是給到了REST 還有阿智 雙方的上路位 而且阿智這其實是他第一次的單挑登場 對 而且雖然REST是上路選手 他又玩了克里斯達跟Cokemo 我記得這兩位上路 其實他們在自己的隊伍裡面 都有辦一些單挑的狀況 然後阿智好像是活到最後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他們的頻道查看 那AIM那個 對 然後REST的話 他則是 好像在之前有和CASA玩單挑 然後好像是九桶打Cokemo 最後REST也是笑到勝利的那一方 好 那我們來到這場比賽的Band角環節 雙方在上半部 這其實某種程度上面 也算是等一下進入召喚峽谷之中的前哨戰 對 我覺得這邊看阿智要不要Band克里斯塔 因為畢竟REST已經把賈克斯Band了 而且他玩過克里斯塔 這邊也Band了 阿怎麼有人控Band REST正常發揮 嘲諷對手吧 OK 這兩隻就夠了 後續我是小炮打二薩斯 我覺得小炮優勢 因為二薩斯如果打遠程的話 他沒這麼好Q到 那沒辦法回血的話 就不好打 然後兩邊都是帶閃現點燃的 二薩斯是小反甲騎手 沒錯 而且這是REST的第四把單挑 第三隻AD 真的耶 他可能也是像教練團反應了什麼東西 教練 我想打AD 對 我也想試試看 打AD 最近AD很像狀況不好 我想打AD 也還好啦 我記得順和蛇蛇表現也蠻不錯的 他們現在是四連勝的狀態 接下來看一下一開始的對決囉 Q先砍 一開始稍微威脅一下 Q度也中 這砍得很好 因為他知道REST想要吃兵的時間 就上來弄他一下 對 先破個鼓獎 那當然REST他是有更多勝利方程式的 他其實是可以靠點塔來去獲勝的 沒錯 而且就算縮圈了 他可以把對面射出去那個圈外 真的耶 這又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然後小兵部分的話 其實對於REST想要吃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沒錯 這畢竟隨時是會受到REST的他手長的騷擾 而且推去塔下疊一堆兵的時候 他要吃兵都會被打 哇 直接跳到臉上 一技能往後退 Q2沒有砍到劍鋒 Q3 這次有命中 再打出一個征服者 在兌換上的話 看起來都換到了半血左右 對 都5-5開 利用旁邊的擴散傷害 繼續對阿茲威脅 如果有打起來對阿茲都是好啦 不打起來他就是慢慢被消耗 比較怕被磨啦 跟前一場 就賈克斯達和莫丁格有點類似的狀況 沒錯 像這種就是冰進來了 然後在塔下會有點感受 搶個補包 掛個爆彈 回去直接下點燃了 W-GEN直接跳走 那也是壓低了REST的血量喔 對 他這波就打得很好 聽到草叢開始給壓力 阿茲每一波都是看REST想要做事情的時候 然後去打他一下 二薩斯其實也是阿茲他在這個賽季中 緊玩的兩隻角色啦 沒錯 另外一隻是烏迪爾 另外一隻就是二薩斯 他就玩這兩隻 就成了烏迪爾 然後兵線先卡在這裡 REST他這個血量有點尷尬 如果一個不小心的話是有機會被叫殺的 對 但是比較難啦 因為畢竟阿茲沒有點燃了 所以最多就是把他打慘 那他這邊想抓一個六等打五等去上去換一局 當二薩斯也六等 掛點燃 把人推走之後 燒 把阿茲給燒死 那這是第一次的擊殺 沒錯 而且 第一個擊殺雖然說 我覺得很關鍵 因為主要是 你有這個錢 再去買更好的裝備 而且也是能夠提前搶到一個回補的時機 沒錯 而且再賺兩成 跳走 好像擊殺人之後 他會有一個比較快回程的效果 這其實是 一鍵他有在 NASH的戰術版裡面去提到的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單挑感到意猶未盡的話 可以再去我們YouTube頻道上面觀看 他講了很多細節 對 還是真的有研究 但是他沒有研究打泡麵頭 沒有想到泡麵頭這招啊 有點厲害 應該是沒做功課啦 因為那個單純 有看過 對手會玩的角色的話 就會去BAN 但沒事啊 他們單挑輸了 但比賽最後贏了 現在阿智壓力有點巨大 雖然剛剛吃兵是把 經濟給稍微補了回來 但現在的REX他已經補出了吸血鬼權杖 在狀態的續戰力上面會更加的出色 喔 阿智 再推一波嗎 回去吃個補包 這不讓對方有先吃補包的一個空間 這邊阿智要贏就比較困難 因為其實剛才也看到 他開大絕想要ALL IN的時候 小炮其實就把他射走就好 可能要把握他在沒有大絕的時候嘛 但其實兩邊的大絕轉的CD時間是差不多的 沒錯 他需要 二剎是唯一能力就是 腳炮跳的時候有把他擠得下來 但這個就比較看操作 沒錯 蠻困難的說實話 蠻困難 蠻困難 已經點了一半了 這裡阿智很不舒服 REST他隨著等級成長起來 他那個越點越長喔 兩刀都砍中 但是因為有骨甲 對於REST的而言也不痛不癢 直接再掛了個爆彈 W技能想拉回來 但沒有拉回正中心 阿智繼續都被騷擾 Q2最後椰子的落空 對 而且這樣塔已經快倒了 就是遠程打近戰的一個優勢 哇 現在阿智是三個字 我很煩 我很煩 我很煩啊 PSG的 我很煩 很煩啊 這REST 一直騷擾啊 很難打的 對 就是他 只顧著推兵 那我推兵進來你塔下 你想要吃兵的時候 我就來A你了 而且 你過來我就A你 你不過來我就A塔 那阿智這波一定要打 因為他不打的話 REST就會那個 直接把塔推掉 不管打誰啊 受傷的都是阿智啊 又掛了個爆彈 我點你再點塔 點完你再點塔 就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受不了了 開大想清 但是直接點塔得勝 將閃現 REST 納下單挑 而且REST呢 非常嘲諷 他按了三次S 小黃座來了 直接開停 但是對REST而言 在角色其實選出來上面的話 就已經佔據了 不小的優勢 因為其實單挑 他們這個單挑模式是盲選 雖然是有Bandway 但是盲選 你不知道對面選什麼 那其實選角下來 有時候就是 已經解決 結果已經出來了 對 就已經佔據了 蠻大一部分的贏面 哇 這樣CFO有選方 那你這把 看好誰 我只能說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以數據層面來看的話 PSG和CFO他們輸掉的 這個紅藍選邊 都是在紅方 那如果說CFO他們有選邊權的話 感覺會佔得一點先機 對 而且他們直接把藍方給搶下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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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